阿提夏市阿提莎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嘉年华园游会 在阿世先锋大道是隆重登场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欣博士的参与 给了这一次10月4日的嘉年华会增添了一道训练的风景线 刘欣在他的展位上发放了3D的透视镜名片 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 刘欣博士表示在娱乐中对孩子们进行科技教育的培养和启蒙 是刘欣的教育理念之一 他的参选理念是致力财力监督确保学生教育资源 当日一些喜瑞都社区大学的学生和老师 特别赶来为刘欣打气加油 还有支持他的加州议员Tony Mendoza声援他的竞选 人们对刘欣的关爱和支持表明了市民参政议政的意识 刘欣此次连任再选是身负众多选民的委托 义不容辞地再次披甲上阵 他是喜瑞都大学50年来唯一的华人董事 在过去他任职的四年中 他注重学生的教育品质和教育环境 及时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学生 在他任内通过教育设施的部分改建完成 他还开展中文工程竞标说明会 为华语居民提供竞标和就业机会 刘欣身为电脑博士 一直在社区大学执教 每天与学生交往 他最明了学生的需要 也懂得老师的苦心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